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在台灣 有許多從中國大陸傳承過來的好手藝 這些味道也成為台灣美食文化中的特殊記憶 而這些從山西來的大廚們 更讓手藝變成了一種絕活 山西據說可考證的麵食多達400多種 尤其刀削麵文明中外 而刀削麵顧名思義 就是以它的刀削獨門手法而得名 一手拿著麵團 另一手以弧形刀 將麵一片一片地削到滾水鍋內 煮出來的麵條中厚邊薄 那也覺得口感向來是美食老套的最愛 不過每個地方的刀削麵 都作以不同的配料 好比在山西洋泉 就有他們的獨特吃法 在洋泉和品項繁多的工業材料一樣出名的 就是這裡形形色色的麵食小吃了 老先生一邊細數著山西面食的種類 老太太一邊專注地製作麵團 短短的麵條從一個個小孔中掉入鍋中 在沸水裡翻滾如蝌蚪稀稀般熱鬧 這就是山西有名的麵蝌蚪 這叫勺子 我們叫勺子 勺子的話就是叫我娘裡邊 叫我這個勺子 淋上由紅蘿蔔 番茄 豆腐等在地食材 在洋泉煮成的勺子 就成了當地健康又營養的地方美食 鍋裡頭正煮著的 是洋泉道地家鄉菜糊塗 以前人幹的多半是鐵力活 飲食手中吃得飽 洋泉人運用盛成的玉米 小麥 蕎麥當原料 在地蔬菜作為收汁湯底 創造出了這麼一道 能讓人立刻有飽足感的簡單主食 因為這個季節的不同 他們裡面選擇的蔬菜是不一樣的 比如在冬天的時候 它就會有咱們地方的一些 特製一些酸菜和土豆條 或者是大白蘿蔔 煎成絲 然後做這個底料 然後之後再加進去這個麵粉 都是以咱們最基本的這件食材 做的這種美食 也是一種對幸福生活的 一種美好的象徵吧 王欣告訴我們 在過去不風雨的年代 全家人圍在一塊兒 沾著辣椒吃糊塗 是如今許多人最甜蜜的回憶 山西的主食繁多 其中用伸熟軟硬的馬鈴薯泥 做出各種不同的變化 是山西藍縣人的拿手好戲 當地主廚甚至還發展出 用馬鈴薯做月亮蝦餅 馬鈴薯鮑魚 海參 甚至麵條等等 讓人意想不到的菜色 咱們下面要做的這一道菜 叫奶油土豆卷 這個原料主要是以土豆為主 其他的輔料配有就是 我們的土豆澱粉 麵粉 其中還有就是我們的煉籠 煉奶 白糖 基本就是這些 剩下就是還有麵包糠 豆沙餡 指尖大廚熟練地將土豆泥 搓揉成圓柱形 再用千磅弄出一條縫口 放入調配好的豆沙餡 沾淋上蛋汁 再裹上面包糠 就準備下鍋了 那這個菜呢 基本上就是製作完成 下最後一道工序呢 我們就是要把它油炸 通過油炸的炸熟之後 就可以盛菜 可以入口 可以吃了 南向這個土豆啊 以前是 自古以來 一直就是做土豆 但是以前的人們 一直沒有發現這個土豆呢 做好多菜 過去啊 咱們就是 光吃就是南向 就是光吃主食 土豆是以主食為主 什麼現在呢 就是又是菜 又是主食 又是糖 又是海香 全能做 南向人到底多愛土豆 從他們做出一桌豐盛的土豆宴 就能看出來 道地的平民美食 最能擄獲人心 民營物 醋是許多人 餐桌上必備的調味料 尤其爱吃醋闻名的山西人 只要发现家中处坛子见了底 一定要赶紧出门打出去 拎着自家的容器 一罐一罐的装 据说山西人一年 可以吃掉15万吨的醋 山西的成年老醋远近实名 连外地人都不远千里 慕名而来 你们每次一买都买这么大的头 是啊 我老家大 河南过来一次带一次 每次都要买2000多的 所以要买的够一年用对不对 不 到家以后亲戚朋友 还有这个弟兄们 朋友们 一个人会的 这么够分吗 不够 到家 又不到十天都没了 说到醋 山西人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可聊 在他们眼里 能酿出一味好醋 可是件大事 一个就本的必须是 对自己负责 也都对广大消费者负责 第二个就是 在这个制作过程中 特别要精细 要是细心操作 就像对待一个小婴儿一样 你别说它冷了热了 全凭咱们人 人的感觉来调整它 人的 人的就是平常记得的经验 来调整它 酿酒和酿醋 虽然说步骤很像 但老陈醋的酿造过程 可比酿酒要来的复杂多了 人们总说 自古酿醋在山西 其实从选用的粮食开始 就有所讲究 也按照国学理论 从五色五味角度成 它是非常科学的 从五穀五种穀物的颜色说起 有黑颜色 从豌豆 从红颜色的高粱 从大麦的绿颜色 从腹皮的白颜色 从骨抗的黄颜色 那么恰恰对我们的 心脏 肝脏 肾脏 肺部和胃 老祖宗的智慧 将这五种穀物 掺杂在一起并加以发酵 在今天已被医学界证实 是对人体健康 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 而且这个菌种 这大气菌种 它是多边发酵 是多菌种发酵 所以它里头有十几种 就是人工不能合成的氨基酸 它都在这个醋里头含的了 老师傅和促将 依循古法手工酿造的工艺 不同于机器批量之作 其中更是大有学问 东户三级老称出来讲 就是它的工艺比较特殊 是吧 增效熊丁成 它母布工艺 那么最核心的 它是简单讲说 固态发酵量色的醋 在固态发酵完成以后了 它里头一个环节叫胸 就是说一把醋焙放在钢里头 钢下面升上火 进攻五天至六天的胸制 这个胸制简单讲 看到了是颜色的变化 它实际上的增值 增香的过程就完成了 由于它胸胚工艺本身的特殊特点 产生的一种香气 别的除此没有法相比的 也正是因为这次胸制工艺 它本身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味道 这项老工艺从明初研习至今 每滴醋都经过至少82道工序 还要顺应时节 利用四季自然条件 来进行浓缩和杀菌 要酿出一瓶好醋 时间要长达数年 那么完成这个工艺的话 更根主要特点的 就是东勞兵夏浮塞这个特点 东勞兵夏浮塞实际上 就是说用现代的 杀菌消毒的观念来看 那么我们一年四季建筑 大自然的这种条件 冬天冷冻 杀菌农缩 同时又完成一个塑化过程 为什么我们的处土很酸而不酸呢 口感那么就是 本身角度上讲看似酸 但是测试上来的酸度不高 而且特别容易入口 就是这个东勞兵的特色 和特点形成的 温度可以说是酿出尘败的关键 而山西的地理位置 正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山西本身这个气候特点 从科学角度上 精度纬度37到38 112到113 这个精纬度的区域内 那么说形成一个 独特的气温气候环境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 含酿制的醋 那是别的地方是不可代替的 在机械化的现代 山西人仍坚持传统工艺酿醋 保留骨味 地下醋胶中 醋胶卖力地处着棍子搅拌大渠 如此慢工出细活 用精雕细琢的工艺 和棉酸甜香的口感 征服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消费市场 和广大民众的味蕾 如今 山西老陈醋酿造场 已经成为山西的热门旅游景点 每年接待约30万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体验山西老陈醋的制作工艺 我们老西醋博园的话 是一个醋文化展示园区 占地面积是200亩 即旅游 住宿 餐饮 生产一体化 园区一共封为南北两大板画 北边的话是一个文化展示区 主要就是展示了我们醋的工艺 文化 养生 让大家真正地了解到 国粹东国 老醋养人的奥妙 南边的话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技术中心 传统与现代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将我们这个百年醋文化研绎的淋漓尽致 擅长酿醋又爱吃醋的山西人 可说是无醋不欢 如今他们更坚守着信念 要将醋文化永远地传承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似向中国大陆各地流行的广场舞 在山西其实大有来头 因为这可是发源于宋朝的亚古 感觉挺好 觉得有意思 就是传承了一辈的文艺传统吧 历经时代变迁 亚古艺术已经日渐没落 这几年因为中国大陆开始关注 文化遗产的保存 山西省杨泉市也积极展开了 亚古艺术的抢救工作 他这个表演就是能把你想说的 你这个表演的中心是什么 他也能一并唱出来 一并说出来 代表这喜悦的 悲哀的 传承的 都能一并表演出来 好比这个亚古传习所 就是亚古家族的传承中心 简单的说 亚古表现形式有四大要素 打 说 唱 舞 打亚古的同时 一人领说 两人对白 方言图语 紧贴生活 并在传统的曲调下 涌到进行对形的变换 与时俱进 改良传承 传统亚古在新世代里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而在山西 舅舅新平的不光是亚古 还有进居 我们进居是个地方戏 它的特色是高亢 强亮 它不是很美朗的 是高亢的 表达这个人物的时候 它又激情 进去 相当激情 就是这样的高亢 掳获了山西人的心 激情的旋律 勾勒出每一个音符的灵魂 这里喜欢听这种进居的人很多吗 哎呀 这个可太多了 说实话 上了年岁的更多 那就可以说百分之百都爱 最小的 那个小学生什么 都爱这个 你看这个细的啊 细的这个音是脆的 它这个是蒙的 不一样 行家能听出来 咱们为何是听不出来的 真的听不出来 一般人可能要上表演厅才欣赏得到戏曲表演 在山西洋泉 却是在某个公园广场的角落 就有可能和一场高水准的演出 不齐而喻 把传统的艺术和日常生活结合 几乎是山西洋泉人最自然不惑的生活方式 而把老东西玩出新创意的还有这群人 全部都是没有水平鞋子 老人们全部都有毛笔鞋子 所以说集中的这个穿通下来 有一大批的老人们 拿毛笔鞋子的老人们才写得好 在他们的熊涛印象下来 所以咱们的一袋一袋穿下来 就是喜欢拿毛笔鞋子的人比较多 老师说这个时代要再看见用毛笔书写的画面 还真不多了 这里是山西洋泉的三都村 整个村里不过一千余户 却有将近三百人爱好书法绘画 其中还有不少人甚至身兼书法家 与农民的双重身份 没有死了就水平 你看到地里边劳动 那没有带棍子 没有带别字 也是拿来给他 拿来给他熟字 什么 我底下谢谢 就很喜欢 很喜欢他 透过年年举办的书法比赛 这些搞生产的农民 几乎都成了业余的书法家 事实上山西洋泉的文化艺术氛围 能够如此浓透 归映于大历史的环境积淀 而陶瓷艺术正是一例 你从初到细 还有这个均匀度 流畅 都得体现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艺 用丰富夸张的图案轮廓 呈现出鲜明主题和地域风格的陶瓷工艺 就是考古界公认 由山西省首创的发花技艺 此技艺始于宋元 因战乱中断与清 从事陶瓷生产工艺三十年的 真国民在06年的时候 让发花器这个古老的陶瓷工艺技术 又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所以它干了就可以了 干一干一会就可以 因为它有一定的捏合剂 但是最重要经过烧成以后 要在1100度的温度下 透过不断的挖掘与钻研 曾国民一点一滴 循回了发花器的正统工法 从无到有 一开始就连生产设备 都得靠自己想办法 当时生产当中的设备要进行 比如说购买回来要修 有的是购买不到的要造 所以那一块我的经济是丰富的 其实早该在家里享清福的真国民 为了这个工艺 没有一天松懈过 这些摇炉与陶土成了他的荣耀 由于它可以代表我们中国的文脉 也可以体现工匠的手艺 那么这种情况 作为咱们中国的一个文化亮点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在平凡的生活中 创造出不平凡的价值 与真国民一样付出的 还有高健敦 黑桃已经传承了好几代了 那么咱们洋权的黑桃 有咱们自己的特点 咱们特点就是捏素工艺 那么捏素是什么呢 就是用传统的捏的手法 比如说这个蝉 它是从手工捏出来的 黑桃被考古界誉为是四千年前 地球文明最精致的创作 但它的起源 在高健敦的观点里 却可能是出自于某种 无心插流的情境 其实这个黑桃是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在这个四千多年的历史的过程中 有很多时候都是巧合 都是巧合 它在烧的过程中 也许它不知道会烧成黑色 可能它想烧彩桃 年轻的高健敦 现在已经苦思着 该如何将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对于挑选第一次的条件 它倒是别有想法 我希望我遇到的是这种 并不是说是你什么都有了 你什么都具备了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传给你 那个没有多大意义 我想的就是说 它是可以让一个人生活的 然后变得越来越棒的 这或许是因为高健敦之道 传承文化需要一种真实的态度 当这门记忆成为你的唯一 你就能将它发挥得更淋漓尽致 其实不论是真国民还是高健敦 艺术都不只是门手艺活 在山西洋泉 艺术不但有着文化传承的重责大任 更有着美化生活的精彩活力 艺术不但有着文化传承的重责 连承文化传承的重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